反而也乐观地认为金融股短线上在政策持续做多之下 有机会继续吸睛 洋洋召开第四季礼坚士会议 加上两岸金融开放话题升温 台股跟着镀金 其中金融股的助攻功不可没 富邦金 国泰金率领多档个股强势攻坚 类股指数净扬1.07% 占大盘成交比重更增加到12.5% 创下近三个月新高 其中国泰金 中售 开发金 富邦金创下波段高点 同时大型的富邦金 中信金 台信金 开发金等 都获得法人买盘青睐 买超都超过8600张以上 法人表示两岸金融业互设分行 已经有10家的国营大陆分行开业 同时全数获利 随着两岸货币清算机制即将上路 金融业商机进一步扩大 有助于类股整体股价净值比的调升 央行这次李坚士会议对于利率维持不变 货币政策基调维持宽松 与国外市场相呼应 奔养证券副总王兆黎认为 在全球资金宽松的趋势不变之下 全球资金本来就没有太大的疑虑 只是短期内台股要大幅上工的空间有限 可能维持在7500点到7800点的箱形整理 主要是外资开始放耶旦节的长假 另外旺旺有联产险投资部协理吴富城表示 在基本面复苏速度缓慢下 台股还在7000点到8000点的区间整理 各股表现优于指数空间 等到明年经济逐渐复苏 配合市场资金宽松 到时候大盘才有较大的上档空间 农财新闻综合报道